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这次科技微报 我是龙二 今天是1月6日星期五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科技资讯吧 在今天的CES展会上 小米不仅为我们带来了白色版的小米MIX 各种颜色的小米Note2还发布了全新的小米电视4 小米电视4采用超窄边框的设计 屏幕分辨率为4K 同时底座也采用了透明隐身的设计 看上去确实非常牛掰 不过小米在本次发布会上并没有公布小米电视4的具体配置 只表示它有65英寸 55英寸以及49英寸三个尺寸 其中65英寸版依旧会采用分体式设计 售价则会定在2000美元以内 这应该是史上最贵的小米电视了吧 此外小米还发布了全新的小米路由器HD 其采用全金属外壳设计搭载高通四核处理器 并且最高内置8TB的细节监控机硬盘相当的牛逼 对于这款路由器小米同样没有给出具体的售价 只表示1TB版价格会在200美元以内 而8TB版则会在500美元以内 预计会在下个月在国内正式发布 在本届CES大展上黑莓CEO成手宗正时 Mercury将是黑莓公司亲手负责工程设计的最后一款机型 同时他还表示Mercury将于2017年某个时候上市 至于具体在什么时候却没有提及 对该机抱有期待的小伙伴那只能选择耐心的等待了 今天美图手机官微放出小医生将于1月9日发布全新的T系列手机 目前美图已经有M和V两个系列的机型 根据宣传海报来看即将发布的T系列将会有自拍黑科技登场 估计妹子们又要为之尖叫了 在本次的CES展会上戴尔发布了一款32英寸的8K显示器UP3218K 其分辨率达到了7680x4320 且能够达到100%的Adobe RGB和SRGB全色域覆盖 显示效果非常的夸张 据说连根毛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该显示器预计在3月23日正式上市 售价4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35000块 着实有点贵啊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咯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欢迎大家访问 我们的官方网站wager.com 当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wager获取最新的推送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愿各位周末过得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咯